約保臺灣商會舉行第八屆 第五次李監事聯席會議 駐南非代表周維中 抗力 喬務組長賴京城 參事徐永宜 經濟組長梁嘉玉等人應邀參加 周維中在會中允諾 代表處會全力支持商會 一同為海外經貿打拼 約保臺灣商會舉行第八屆 第五次李監事聯席會議 駐南非代表周維中 抵任以來首次應邀參加 會長李神輝一一介紹 遇會的李監事給周維中代表認識 周維中表示約保商會 在會長與立任會長的努力下 讓商會有豐碩的成果 也允諾支持商會創造新商機 我相信在未來約保臺灣商會 在李會長的努力 還有各位監事的共同合作努力之下 一定會成果更加豐碩 我們駐南非代表處 全心 全力也會保證 如果商會有什麼需要 我們代表處的資源和服務 或需要我們政府怎樣的資訊 我們一定全力以赴 經濟組長梁嘉玉報告 南非近年來的經濟現況 和未來的趨勢 由於2018年元旦升旗典禮 郵約保商會主辦 會長李神輝特別邀請大家 一同商討細節 今年由我們來主辦 請各位多多幫忙 來新宿我們能夠成功盛大舉行 請各位多多幫忙 臨時動議時間 李建市提議明年邀請台商 第二代律師與眾醫師 分別做專題演講 增加會員的法律與保健知識 臺灣宏觀電視蘇展慶 南非約翰尼斯堡採訪報導